高凌峰逝世之后 他的身后事以及演唱会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高凌峰的几位生前好友透露 原定3月8号的演唱会将会交由吴宗宪全权负责 并且会如期举行 而2月19号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高凌峰的灵堂也会开放给粉丝和民众进行悼念追思活动 我们的记者也连续两天来到现场 下面就请看我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在演艺圈众好友的协助之下高凌峰的后事终于大致顶定 他的出病日预计在3月12号结束他传奇的一生 第一天已经来过的诸葛亮 20日当天下午又再次出现在会场外 据他表示这次来是专程为了见高凌峰的前妻金友庄 以及他最最看重的儿子格赵温的 我昨天就讲了 我说他的后代 我来照顾他 给他编一首爸爸伟大的歌 让他儿子替他出头 给人家知道高凌峰以前多么臭屁 在高凌峰演艺生涯的最后几年 他最大的心愿 就一直是想把他唯一的儿子宝地捧红 让他能够延续自己的舞台梦想 而作为高凌峰的生前好友 诸葛亮自然也希望能够帮他完成这一心愿 我今天总算有一个心愿可以达成 我是期待他们母子会答应 很快就答应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支持他的后代 以后不可以叫我猪大哥要叫猪爸爸了 我就带你 我希望你红起来以后 这些人的恩情你都要记住 另外之前都没有露面的 高凌峰的第一任妻子林玉钊 20日当天也出现在了追思会现场 据他透露 其实过年期间他还曾经去看望过高凌峰 并且照顾了他几天 可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就已经天人有格了 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做成 就是亲人嘛 亲人走了会不心痛吗 一定会 我是这么几十年来第一次对着镜头 前几天高大哥刚好佣人不在嘛 有几天 他还跑去照顾高大哥 我还为他吃地瓜粥什么的 他因为喝不下 问不下东西 动向家人 对 除了一连开放三天的追思会之外 高凌峰生前的最后一首作品 如果都是天意也与近日曝光 麦克风录音室舞台演出服 MV中的一切 就像是回顾了高凌峰的一生 其实早在去年九月 高凌峰在新日在线驻台北记者 去他家进行独家探访时 就与记者分享过这首新歌 只是如今私人已去 唯有歌声能够永存 如果倒不是天意 或许才有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